哈喽 大家好 我是冰蛋 欢迎地游客来陕西转一圈 多多少少都会学上一些地道的方言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有一个词语 叫聊杂脸 这个聊杂脸和恶地神 已经成为陕西最具代表性的两张名片 大家都知道聊杂脸是赞美的意思 但这三个字从字面上来解释 好像完全没有赞美的意思 这难道和表头粉一样也是一种音译吗 当然不自裂嘛 咱先喜欢那个词地地道道的 结结实实地中国话 梅克斯读它的一所在 聊杂脸当中的聊这个字 它的正确写法应该是女字旁的聊 而聊这个字呢 在中国古代汉语当中的解释 是代表于女子漂亮好看 而新人形容一件事物到达极致的程度 就会说杂脸 就比如说您好久不见的老朋友一见面 都会说那像一像杂脸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那像一的太太 当然这个太太和这个炸脸 是一种加深程度的形容词 所以聊炸脸就是美好到了极致 用这话夸人 你夸谁谁搞性呀 我妈的 学废里面有 那像私人 我妈的不吃饭 我妈的不吃饭 我妈的不吃饭